我以为真的叫柏林大学 这是我的一个无知 而柏林这一个大学 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它培养了38个诺贝尔奖 我们如何通过基础的教育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无限的创造性 能够培养出来 大家如果读过钱中书先生的《围城》 可能大家都知道柏林大学这个名词 其实这个大学的名字不叫柏林大学 这个大学的名字实际上叫洪宝大学 洪宝是德国有名的外交家教育家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柏林大学是我们钱中书先生 在《围城》里面取的一个名字 我当时去柏林找这个学校 我还是费来一点劲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学校原来的名字叫洪宝大学 我以为真的叫柏林大学 这是我的一个无知 后来我找到了这所大学 我到达这所大学以后 第一个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给我极大震撼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学校的主楼 这个主楼有38个画像 挂在主楼的大厅里面 这38个人是谁呢 这38个人都是现代人类物理学 化学自然科学历史上最合合有名的伟大人物 其他朋友们这些名字你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有两个人的名字 你相信一定听说过 一个是爱因斯坦 一个是马克斯普朗克 这就是现代物理学的真正的开创者 奠基人 而柏林这一个大学 在化学 在物理学 在生命科学 医学这个领域 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光这一所大学 它培养了多少呢 38个诺贝尔奖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 化学有三分之一 甚至有一半是德国人创造的 另外一半我前面提到是英国人创造的 红宝大学或者叫柏林大学是1820年创办的 这所大学培养的这些优秀人才 不仅仅是这38个诺贝尔奖得主 还包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马克斯 这个大学的哲学系 你们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强大 我们今天被曾从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人 差不多都出自这所大学 马克斯 马克斯的老师黑格尔 费希特 全部都出自这所大学 我提到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我想跟朋友们分享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个民族的强大 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增长的根源 它究竟来自哪里 我想我讲的这些故事 大家应该听明白了 德国制造 它的背后是德国的科学 是德国人的教育 是他们对基础教育 基础科学 基础研究的极端的重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从德国的崛起 我们也可以学习到 极为丰富的经验 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给我们的启发 我相信是全方位的 我们如何通过基础的教育 基础的科学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天才 奇才 怪才能够培养出来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 无限的创造性 能够培养出来 能够激发出来 我想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 卡脖子的问题 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这个民族 成为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民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